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老实人会成为背锅侠 还是找到真爱呢 今天我们要看到的这部韩国催泪电影 看哭十万人 看到最后 你们也一定会哭得泪如雨霞 废话不多说 带上纸巾 我们一起来看片吧 在棉白的雪地上 留下一个一个深深的脚印 在这温情的荧幕中 一个男人张开双臂 仰面倒下 只让人们看到 他那张含着笑意的脸 而他正是本片的男主时钟 时钟是个十分淳朴的男人 他和发小再号 一起在当地的农场工作 还有一头属于自己的奶牛 而作为大龄未婚男青年的他 在多年勤勤恳恳的工作之后 虽然存下了一些 足够用来结婚的积蓄 但却始终没有遇到 那个可以结婚的女孩 当时钟看到朋友再号 轻而易举的 就娶到了一位外国媳妇后 他便想要到婚姻介绍所 去碰碰运气 可没想到 对方介绍过来的相亲对象 无一例外的都跟他谈崩了 眼看花了钱 却没能牵手成功 时钟便想要让介绍所退钱 然而介绍所里的大叔 却个个都是人精 一听到时钟是要来退费的 便要话不说 就向人赶了出去 但我们的时钟也不是傻子 他虽然为人老实 性格却是十分矫正 在他坚持不懈的维权下 也信了越来越多的村民们的围观 为了不让事情闹大 介绍所的工作人员 只好将钱退回去给他 在拿回属于自己的钱之后 时钟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农场 此时发小载号正和自己的小媳妇 甜甜蜜蜜地溺在一起 于是逼到时钟去帮自己送货 当时钟骑着小毛驴 搭车载着牛仔 驰骋在乡间的小道上时 一面却走来了一个 美得像仙女一样的女孩 浮白貌美大长腿 漂亮的眼睛就像沉着亮亡 秋水 清晨中还带着一些妩媚 他一笑 就差点把时钟的整个魂 都给勾走了 确认过眼神 这就是自己要找的人 一看女神即将走远 时钟连忙调转车头 追了上去 他一路跟着女孩 来到了当地的一家医疗中心 在询问过后 才得知女孩名叫友荣 在当地的一家咖啡店 当陪酒小姐 由于工作的原因 友荣和他的姐妹们 要定时来到医院体检 而对友荣 一见钟情的时钟 为了能再次见到自己的女神 于是就跟自己的几个哥们 一块来到友荣上班的咖啡厅 女孩们一看有生意上门 里马使出浑身解数 轰走了时钟的几个哥们 而从没拉过这种 成年人会议所的时钟 则是傻傻地坐在角落里 孤独地看着哥们在寻欢作乐 友荣一看 这还有个落单的 于是就赶紧扑了上去 在他一顿扫手弄姿 唱个热舞的操作下 从未感受过暧昧的时钟 很快就沦陷了 到了第二天 他直接点日友荣 来上门冲咖啡 友荣以为时钟 和其他顾客一样 可没想到 这个老实巴叫的男人 其实是怕他工作太累了 所以特意将那越来酒店 想让友荣 好好地睡一觉 但经历过太多欺骗的友荣 早已不会轻易地 去相信任何一个男人 他直接像完成任务一样的 对时钟进行各种挑逗 时钟本来还算矜持 但身为童子鸡的他 又怎会是情场老手 友荣的对手呢 在对方三番四次的撩拨下 两人毫无意外地 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完事之后 友荣直接拿前走人 而时钟则仍旧沉浸在 终于交出自己的喜悦当中 既然染龙已经有了 最亲密的关系 时钟便想负责到底 他开始频繁地 光顾友荣上班的咖啡厅 并且每天都会坚持 送牛奶及一只玫瑰给他 那些玻璃罐装的牛奶 看上去温暖而美好 他希望友荣 可以不要再那么辛苦地工作 然后对方却冷冰冰地对他说 你不是我想要的类型 就连时钟每天送的牛奶 也被友荣一瓶一瓶地 倒进下水槽里 然而时钟却是个 单纯又执着的人 认定的事情就会坚持到底 他试图用自己的真心 去感动友荣 为此他不禁拿出 自己所有的积蓄 只是为了能够帮友荣还清债务 带他逃出咖啡厅那个魔窟 然后友荣却冷漠地将钱 都甩到时钟的脸上 并且冷漠地告诉他 自己不需要任何人的施舍 可爱上的人 又怎么能轻易奉下呢 时钟爱着友荣 他在努力地让友荣也爱上自己 幸好一次意外拉近了两个人的距离 由于老师认知 酒陪酒女这种话题 实在太有热度了 因此吃瓜的大爷大妈们 很快地就将这件事传到了时钟的母亲那里 母亲是一个看重真洁的传统妇女 说什么都不愿意让时钟 娶个陪酒女进门 为此她不仅要求时钟和友荣断绝联系 甚至逼着时钟去相亲 而相亲地点只有在友荣上班的咖啡厅 莫得这一切的友荣 为了让时钟死心 便咬牙接下了一个上门服务的业务 然而这次的顾客 却是个十足的变态狂 不仅粗暴地蹂躏友荣 甚至还将他打成重伤 当友荣遍体鳞伤地躺在医院里时 时钟一直不离不弃地守在她的病床边 并且还许下要保护她一生的诺言 友荣也因此深受感动 开始接受时钟的追求 回到家后 友荣打开冰箱 里面装满了时钟送来的牛奶 但这一次她捏着鼻子喝下了牛奶 虽然牛奶的味道并不是很好 但停留在心里的感觉 却是甜的 不久后 时钟终于说服固执的母亲 同意了两人的婚事 于是他们简单地结婚了 婚合的生活也十分幸福美好 好到时钟即便起床刷牙 也要先对着镜子手舞足蹈一番 晚上时钟带着友荣 去看自己的秘密基地 那是一个梅花盛开的地方 时钟背着友荣 边走边唱 之后两人深情拥吻 时钟说 友荣是自己的公主 她会永远爱护公主 但平静的日子 很快就被打破了 这天 时钟正在农场里 街深一头小奶牛 而友荣却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是渣男前夫打来的 当初这个狗男人 在娶了友荣之后 不仅没有好好对待她 反而还整天家暴 最后忍无可忍的友荣 只能从那个家里逃了出来 并且隐姓埋名 过上了卖校的生活 为了不让时钟 知道自己不堪的过去 友荣只能拿出所有积蓄 作为封口费交给前夫 希望对方能够替她保守秘密 可没想到 这个渣男拿了钱之后 居然还强迫友荣 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随后才扬长离去 惨到欺负的友荣 只能回到家里 战战兢兢地待在时钟的身边 但渣男终究是渣男 前脚刚拿完友荣的封口费 后脚就把事情透露给时钟 并且告诉时钟 他和友荣并没有去领离婚证 所以两人的婚姻依然合法 他随时都能带走友荣 背带绿帽子的时钟尚且能忍 但失去友荣 却是他万万忍不了的 为了保护友荣 他只能将陪伴自己 多年的奶油卖掉 将浅洗衣书交给前夫 并让他写下保证书 不许再去骚扰友荣 虽然前夫的事情暂时解决了 但另一个噩耗却接踵而至 之前友荣去体检的结果出来了 医生告诉时钟 友荣已经患上了艾滋病 而听到消息的时钟顺接蒙了 他万万没想到 妻子竟然患上了这样的不治之症 他不敢将事情告诉友荣 已因此开始变得沉默起来 而不明真相的友荣 还以为是前夫额前的事情 让时钟知道了 所以对方才心存芥蒂 眼看着时钟对自己的态度 越来越冷淡 心怀愧疚的友荣 在留下一张纸条 和一桌丰盛的晚饭之后 就离开了 当时钟回到家中 看到妻子在纸条上的流言后 他彻底崩溃了 他深爱着友荣 可以包容友荣的所有过去 但却唯独不能失去友荣 他冲出家门 在大雨中拼命的狂奔 摔倒了便立刻爬起来 可还是晚了一步 友荣已经坐上了离开的列车 时钟所有的呼喊 都只会逐渐淹没在 这个悲伤的雨夜里 没有友荣的日子里 时间总是过得很慢 然后存折上的钱 却在一点点的变多 那全是友荣寄回来的 而时钟也依然在寻找着 在躲避和寻觅之间 时间过去了两年 这天时钟突然接到 警察打来的电话 对方说 他们已经有了友荣的消息 时钟高兴地赶了过去 然后看到的却是 警察将友荣抓走的场景 原来友荣离开之后 为了尽快赚到钱 偿还时钟 不得不重操就业 又做起了陪酒女 可没想到 她的艾滋病的消息 也被人报了出来 于是警察便以 违规营业为由 逮捕了友荣 可尽管这样 时钟也仍旧 没有放弃友荣 她隔着玻璃门 对友荣大喊 我一定会救你出来的 在多番查探之后 时钟终于查出 是前夫告发了 友荣伪造健康症的事情 气愤不已的时钟 当场就打了前夫一顿 虽然始作勇者找到了 但法院还是判了友荣 两年的监禁 可是生化艾滋病的友荣 真的还能再等两年吗 此后思念成灾的时钟 日日来到警察局 可友荣却始终不肯见她 而她的情侦意见 也引起了记者们的注意 这些彼此比动物 还灵敏的狗仔 很快就找到了时钟的家 对她和她的家人 进行大肆报道 导致一家人的生活 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为此时钟的家人 再次逼着她 跟友荣断绝所有的联系 友荣的冷漠 以及母亲的威逼 让时钟再次崩溃 因此喝下了咸水 决心和妻子同神共死 虽然最后人救了回来 但时钟的嗓子却哑了 而母亲却把一切过错 都归咎在友荣身上 她甚至跑到监狱里 去请求友荣 放过自己的儿子 为了让时钟彻底死心 原本避而不见的友荣 终于答应和时钟见面 这天她竖起头发 第一次在狱中微笑 见到时钟的时候 她却对着她大声咆哮 让她以后都不要再来看自己 并且还说 自己现在的遭遇 都是被时钟害的 而时钟却什么也没说 她只是流着泪 在白纸上写了一段话 来告诉友荣 自己愿意照顾她一辈子 可友荣却依旧冷酷绝蓝地 想要转身离开 被迂离转病 被迂充 被远病 被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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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性 爱 他 我 我愛你 我愛你 你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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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她也爱她 就连无名纸上的婚戒 她也从来不曾摘除 当又一个冬天来临时 有容出狱了 而时钟就站在监狱门口 远远地张开温暖的臂膀 等待着她奔赴而来 而故事也在此戛然而止 虽然我们都知道 患上艾滋病的人 最终结果会如何 但在剩余的时间里 只要能和自己相爱的人 守在一起 这未必不是一种幸福 轰轰烈烈的感情 或许会让人记忆犹新 但不离不弃的相守 却更令人感动 双向奔赴的爱情 是最美好的 只要有爱 幸福总会到来 优优独播剧场—— 那是真实的 我会负负负负负负